这一边的因为可能就是将来你们拿到的资料他也许在因为资料库的关系 他会把一个地址切成很多个部分包含什么邮递区号 在一个什么城市街道断向弄号楼 然后他把它切开来可是问题来了 你这个切开来的这个 栏位我将来我要寄出去的是一个完整的地址 我总不能把这些串接在一起之后 然后串接在一起之后的话我寄给人家这个不合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的把这些资料串成一个 一个合法的邮差看得懂的地址要怎么做 OK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说如果像里段里面没有 那是不是没有段就不显示吗对 所以这里会有逻辑判断如果这里面是空的那就是没有段 没有有如果有的话有像 那全部把它套 把它接在一起 那怎么样接会比较简单 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先把这边的资料 先做什么呢先做一个 就是 名称定义 那比如说我这个是 其实这个姓名不用定义的 邮递区号需要 一直到下面的范围 把它选起来 我们把用定义名称的范围 一直到这里 然后再来的话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建立一个名称 那建立名称最快的方法我们前面做蛮多 资料里面什么 资料 更这样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什么顶端列 邮递区号 这些都有了 再按确定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讲 这个地方等于 等于什么 按F3 第1个是什么 邮递区号 所以先把邮递区号叫进来 再串接 所以串接的话 end end什么呢 程式 程式这个固定的 所以F3 再来就加一个程式 邮递区号程式 再来F3 接到的话应该一定要有 所以前面三个应该都固定一定有 再加上什么呢 跟着一下这个应该是不是加 是一个end符号 end 再来end后面的话 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他是blank的话 那就是没有了 反之的话就是几段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判断呢 这边的话插入函数 插入一个if 然后再加一个isblank 我刚刚有同学还蛮聪明的 他用什么用空字串 代替isblank 其实也可以 如果里面是空字串 那表示也是isblank 不过我们用isblank OK 那里面的值是哪一个 这个 或者你可以按一个F3 就给他一个什么 一个段 这个段 就表示里面的东西 就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按确定 OK 这个段里面呢 如果是空字串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 游标再放回去 在因为公式还没完成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是没东西 反之就是什么 几段 那几的话是什么 F3 就是把这个段放进去 因为这里面如果有东西就 这个这个指的是里面放的储存格里面 加上什么呢 and 后面的 后面那个段 所以这个段的这个字 我们要把它打上去 几段 OK 几段 这个 我看来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发现 不过这个好像 里面好像应该 本来是空的 好像不过没清干净 OK 那因为这个段里面是空的 所以就不会出现 那反之 一样的方法 几项 弄 好 柔 也不是一样 所以你怎么样 把这个copy一下 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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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 就 改什么 改 像 弄 好 柔 就完成 所以这一题还蛮长一串的 那后来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其实有个地方 不用 去判断 哪个呢 号 要不要判断 不用嘛 因为每个地址一定没有号啊 没有号 才怎么寄到你家去 所以 号好像也可以不用 直接放一个号就可以了 其他好像都要判断 另外各位注意一下 好像有些判断出来的结果 这个里面 看起来是空的 可是好像里面是被塞一个空 空白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再把它 稍微清一下 不然好像会做出来会有问题 再按delete键 把里面的东西清掉 这样的话会比较保险 OK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步 由 地区号 B缆一直到 I缆 把它做那个 建立名称范围 顶端列 OK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完成的画面呢 在云端白买上面也有 各位可以参考 FAC 熟成